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即將在台北登場 副市長邱佩玲代表市長謝國良親自授旗 替選手加油打氣 110年我們在宜蘭的運動會 我們這回是得到內秀是三肌四育二頭 大家有沒有信心 有 今天我們要不要更好 我們來宣誓一下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來宣誓 我們今年一定要比兩年前更努力更加油表現更好 一起努力比讚 讚 收齊是在金融市政府大門口舉行 金融市議長童子偉 原住民議員陳明健 體育會理事長鄭景舟 特別執政加菜金 預祝金融代表隊旗開得勝 我們今年有300 我們這個原住民的選手團隊有366個 那我想我們特別來市政府的門口 來為他們送行加油也順便自贈加菜金 那希望他們會有一個好的成績 我想我們市政府市議會都非常重視我們金融市的體育環境 希望大家加油 讓我們也會在後勤資源上面給大家最大的支持 為了提振選手士氣金融市政府去年修訂運動競賽獎勵金 希望選手能夠全力以赴為金融市爭光 三面金牌是飾 我們今年成績會更欺負 而且也非常感謝市政府 把我們的原住民運動會 回來的金牌獎金調高 希望說我們不是為金牌 為基隆加油 因為基隆市所有的選手 大部分都來自我們的原住民的選手 所以原住民是我們基隆市運動的法 希望在兩年資源政府委員大家能加油 我們這次有信心能夠比上屆的成績會更好 因為每一天我都看到各項的練習都是全力以赴 而且學生們他們在各項的尤其田徑方面 也做出很好的這樣一個成績 所以我們有信心能夠再得到更多的金牌 一向每位小選手加油打氣 副市長邱佩玲提醒每位選手 比賽時要注意自身安全 期許代表隊發揮最高水準 刷新上屆得獎記錄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